哈喽朋友们在水里面游来游去的这个大果冻 在我们当地是一种特产 是水沫中的一种叫做海责 特别好吃 价格也特别高的 有的老铁他一进来就喜欢性给个双劲 有的老铁你就跟他要 他都不给 不给就不给吧 不给家伙关注 看我今天晚上11点左右 干开直播 这种鱼啊 在我们这地方都叫他老鼠鱼 因为他长得像老鼠一样 别看他长得丑啊 这个鱼可是非常好吃的 据说在吃之前一定把他个皮 给他扒下来 不然的话 会直接影响口感 定了老铁假如你也吃过的客户衣 喜欢户外赶海家 我关注看我直播咯 节目晚上好 海洋生物 它也是有仇家的 像这条八爪鱼跟鳗鱼 好像刚出生 都有仇似的 大战300回合之后啊 没力气了 头脑补馋 黄雀在后啊 我坐回家 起锅烧油 喜欢大海的关注我 看我直播 来吧兄弟们 都说八爪鱼有八条腿 那三只是不是有16条腿呢 今天我有幸啊 抓到了三只 三只还会变颜色呀 咱给它来一个龟头腮跑 不知道会不会跑啊 这么拍它也不动啊 跑歪了 跑歪了 没脑子的八个 拍这个段子 只是给大家娱乐一下 希望换来双鸡 来啦兄弟姐妹们 今天到海边 真是有意外的惊喜啊 我的妈 海龟啊 让渔王给缠住了 这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你们天天让我抓 我也抓不着 今天可算是遇到了啊 兄弟们喜欢吗 喜欢就给个双鸡 加入关注 看我明天精彩感慨 我不能接着 没声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站在搶